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想吃炒鸡了 千万不要焯水 也不要过油 因为那样做 细浪费 又麻烦 而且营养还流失 首先 准备一个内向的鸡 一只鸡 我怕不够吃 就剁了半只 剁好的鸡块 加盐和面粉 再用清水浸泡个十分钟 然后像我这样 粗洗几下 这样可以洗掉鸡块的脏东西和血水 然后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洗好的鸡块 一定要控干它的水分 这样下锅的时候 才不会崩油 锅中油烧热 倒鸡块 炒个两分钟 给它炒干水分 加姜 蒜 干辣椒 花椒 八角 和两个白纸 记住啊 这个白纸有去腥增香的作用 然后继续变炒出香味 我每天都分享一个家长美食 麻烦你给我点个小红心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然后加一勺料酒 一勺双抽 少许老抽 和适量的毛油 这个时候 再继续变炒 把鸡块变炒至上色 倒入适量的开水 再加一勺盐调味 开大火烧个十分钟 然后熟能汤汁 这个时候 再把鸡蛋下锅 这个鸡蛋啊 你可别丢了 一只鸡 只有一个 最后倒入青红胶圈 大火熟汁 继续翻炒个一分钟 就可以出国开吃 这样做的炒鸡 香辣过瘾 就这个汤汁拌上米饭 都能吃上三碗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修糖 做起来吧